看到她你可能也想笑了 因为呢这是动物园的公主 尹亚她出生超过五十几天 那么园方呢一度紧张 因为发现她体重怎么会掉下来呢 后来发现原来是测量的时间 还没喂奶的关系 今天上午的体重已经超过三千四百公克 真的是几米大几寸 那么最近呢园方也公布了尹亚的睡眠记录 发现这位睡美人 以前都是趴睡跟测睡 那么现在的睡姿已经相当多变 睡到肚子都跑出来 出生五十几天的尹亚 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睡美人 特别是最近有全职妈妈圆圆照顾 一下睡在妈妈手上 不一会又睡到妈妈脚上 原方观察到这位睡美人 刚出生在保温箱 多半是趴着睡 后来原方担心伤到胸腔发育 偷偷把尹亚改成测睡 最近换母亲照顾后 睡姿更是多变起来 她大部分的时间目前仍然是趴着睡 不过呢可能逐渐逐渐也有养的睡 那四肢的动作也越来越复杂多样 所以这其实跟我们人类自己的小宝宝也是一样 母外下尹亚头好壮壮 意外的是跟圆圆差一天生日的二姐江慧 一早在部落格写道 生日这天看到尹亚替妈妈许悦 竟然希望妈妈学尹亚这首歌 幽默说这样打歌 等你长大分点百睡给你 还许悦希望可以帮尹亚圆梦 哪天私下去教动员的叔叔马姨唱尹亚的歌 等尹亚一岁生日那天 请他们唱给你听 工作人员私底下已经讨论起来 原方估计尹亚六十天左右 听觉就会渐渐发育 看来尹亚要听到二姐的歌 指日可待 东西文章程黄一鸣 在台北采访报道 所以我们来一段时间 谢谢大家